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长宝答应和公养前辈合作 但他并没有完全地信任你 想必呢 是提出拿到柏兰人头之后 想让前辈给他治病 所以才会把这个柏兰人头作为交易 公养前辈也正是苦于此 那日呢你就跟踪芷瑜姑娘 却没有想到的是 你还真的发现了芷瑜姑娘割血的秘密啊 于是公养屋门 就拿了芷瑜的血和金长宝交换 蔡司机夺走柏兰人头 在沙滩灭口 可惜的是 前辈拿的并不是芷瑜姑娘的血 所以你用你的血骗了金长宝 这可怜的金长宝 还以为自己拿到了柏兰人头和芷瑜姑娘的血 病情就会好准 谁知却一点效果都没有 所以才会魔症发疯 然后你就借此机会 趁机杀了她 一派胡言 一道伤痕而已 变出这么多故事 行 我还真的准备了第三个证据 等等 你说公养无门杀了金长宝 我们搜遍了她的全身 也没有查到致命上 验过了也没有中毒 如果不是上吊自艺 那她是怎么死的 对我说的 还要看他们的 我还要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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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不asi 你 mutations 我就把他打敏 我以为他乃至不及 你还要打敏 这一日子 这只能够 金赏宝的头上正好有十根 还差一根 就在这里 凶手就是你 公养无门 在这边 在这边